大家好,我是来自德州国际领袖学校的中学生艾登 今天我想和大家说说我喜欢的汉语梦 和全力奔跑其行的汉语学习经历 我从第一天开始就爱上了汉语 课堂上,我很享受汉语学习的每一分每一秒 在那里,我似乎进入到了另一片天底 一切充满着乐趣和快乐 记得有一次,我的中文老师给文文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还教了一首《黄筷的歌要》 像这样的 大雪飘飘年初一 吹眼尿尿山村里 跑来一只黄鼠狼 看着鸡窝笑眯眯 小鸡小鸡快看门 我来给你们送河里 又有虫子又有米 都是你爱吃的好东西 很有意思,对不对? 就这样,我们在欢乐的氛围中 既说到了中文 又说到了在跨文化交流中 我们要向同名的小鸡保持经体 但同时也要对普通文化 保持开放,理解和尊重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